韓國 好 醫師開藥很謹慎 但是很少開很多種 大量的藥物呢 醫院分三級 直接到第三級的醫院治療 醫療費用很高 就說它可能有一級二級三級 你看像拿韓這麼先進 應該在那邊生病 不用太擔心 韓國的醫藥費滿貴的 但是醫藥費還是貴 如果你沒有保險 社會保險的話是滿貴的 我們外地去會... 就是我們... 他們當地會有他們社會保險 但是如果我們外地人去 像外國的遊客去生病的話 其實他的醫藥費真的是滿高 台灣的四倍以上 對,還有就是說 韓國他們也是有分級制 所以說一般人也是不會直接 到最大的醫療中心去 也是從一般地區的醫院診所先看 因為如果說你要跳級的話 它那個費用會給你收很高 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好像這方面就... 台灣有分但是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貴 所以台灣就是可能是掛號費 一百五跟六百的差別 對,我覺得一百五跟六百 真的沒有差很多 因為我們的起步價就便宜 可是韓國有可能 它是兩、三百跟兩、三千 那種差別 對,就很多倍這樣子 是,好 歐美 再來就是歐美 醫療費用很高 看小感冒 常常要花數千元台幣 而且我覺得還要補充一點 是你還不見得能夠看得到醫生 因為常常你如果只是小感冒 你可能要排到兩、三個禮拜之後 然後就說你感冒都好了 我講我一個... 自癒力都好了 我講我一個荷蘭的朋友的例子 它是最經典的例子 我有一個荷蘭的朋友 他是一個荷蘭的老先生 他已經退休了 有一天他突然寫一封印 沒有告訴我說Ringo 我決定要到 我現在已經在泰國了 然後我就要在泰國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呢 因為有一次他呢 因為他住在阿姆斯特丹 然後他有一天 他牙非常痛... 然後他牙很痛突然 他就想辦法找他的牙醫 結果他的牙醫說呢 他快瘋掉 他已經是... 痛到打滾了 他火大了 他直接就跑去阿姆斯特丹機場 買一張機票 直接飛泰國 因為荷蘭飛泰國 才八個鐘頭 他早上就直接出門 就直接買機票 他晚上就已經在曼谷 他馬上就去曼谷醫院 馬上去看 把牙齒都看好了 他後來覺得說 因為他常常生病 他覺得說在荷蘭那邊 他生病太麻煩了 他就決定 搬回來 就去泰國 長生病了 真的 因為泰國長生病的醫療照護 做得很好 是 像我朋友住在美國 他也都是定期回來看牙齒 沒錯 他寧願坐飛機票回來看牙齒 也不要在美國看 對 沒有錯 太貴了 其實很多是... 這次健保要檢討 不是就一直在罵嗎 就是說因為很多華僑 他們都回來看眼睛有沒有 跟看牙齒 還有就是年紀大之後回來定居 就是因為看病比較方便 是 對啊 像英國的話呢 他需要自費就醫 但是緊急情況看急診可以免費 看起來英國好像稍微好一點 像有一次我們到巴黎島去 我女兒下飛機之後 他就發燒了 因為我們就備著發燒藥 想說吃發燒藥就可以退燒 就吃完我們的 也是三、四個小時 沒有退下來 然後又去換... 我們三個家庭去 就去換另外一個家庭的退燒藥 又再吃 也還是在燒起來 又吃了第三個家庭藥 又是在燒起來 可是他晚上咳得非常厲害 但早上活動力就還好 還好 於是我們就... 覺得還好 到了第二天就覺得 好像應該要回台灣 因為他晚上咳到幾乎 整個晚上沒辦法睡 但是早上又覺得 吃了退燒藥之後 好像體力又好一點 所以我們就想 好吧 我們訂一下機票 看看能不能訂得到 於是我們是在第三天的時候 回到台灣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已經是晚上了 我們就直接把行李拿去 到醫院去 到萬方醫院去急診室 結果他一看 肺部有點靜潤 就肺炎了 肺炎 所以有的時候很難講 然後他就說 還好你早點回來 不然的話在那邊 再多留兩天 可能就會很嚴重 而且我女兒住院 住了一個禮拜 所以你就想 因為我們在當地的那個 地方性的症狀 你就覺得很兩光耶 而且他的英文也怪怪的 你又跟他溝通 好像也不知道他講的 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樣 所以在國外 碰到那種雞頭鴨獎 要怎麼處理 其實像我們帶團出去的話 往往會碰到很多情況 要去帶旅客去看醫生 或受傷的時候 有些醫學裝有名詞 我們真的一般人 英文看不懂 對 所以我們大概 我們都會有一個就是 列表 就是會有一個檔案 它是英文就是你的症狀 跟他的這個就是你要表達的部位 或什麼的英文中英的一個翻譯 那其實用英文的這個翻譯 很準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其實你不管到世界各國 只要他是當地合格的醫生的話 你把這些英文的字給他看 他應該都看得懂 如果他看不懂你就要小心 他看不懂 那他可能不見得是醫生 應該很可怕 他可能是假裝的 對,因為他們念醫的字 應該他們都看得懂 所以你就把你 譬如說我是頭痛 我是... 我發燒 或是我哪邊痛什麼 會有這個網路上很多 你知道打那個疾病 中英對照表 好多好多版本都會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在國外 就可以馬上搜尋對不對 可以啦 現在方便很多了 其實這樣就很方便 是,OK 不然像我其實有一次 我的一個客戶 我們帶他到奧地利 結果他痣瘡犯了 他那痣瘡犯到... 痣瘡可大可小耶 他跟你講 他那個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他坐在遊覽車上是坐立難安 晚上睡覺也沒辦法好好睡那種的 已經是很嚴重擋警了 所以說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講真的 那個痣瘡的音符 真的不會講 真的不會講 後來真的就是 我只好用筆的筆給醫生看 醫生一看他就懂了 對 所以其實真的是 你要有辦法溝通 醫生他會讓他知道他的症狀 是,不然你也帶個手機 現在智慧型手機 對 限定很方便 是,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我們統計出了 在國外旅遊 最常發生的幾個疾病 我們來看一看 第一個就是 既有的一些疾病的惡化 例如說你本來就有高血壓 你本來就有心血管的問題 或是你有糖尿病 你本來就有暈眩的問題 或者是經濟艙症候犬 這個就太好命了 不能做經濟艙好了 或者是說你有消化不良 食物中毒 急性腸胃炎 其實這個在國外還滿常見的 那第三點就是 食物或接觸性過敏的反應 對 這我曾經有過一次 我在香港 那次是我出差 很多女生